你們三位覺得自己是神,可以嗎 可以 怎樣可以體現出來可以 牙齒和頭髮比較好 通常是神比較好 而且沒甚麼事 不會經常腰痛、腰酸 應該是神比較好 黃芳從平時的生理特徵中 判斷自己是神 非常專業 很專業 很專業 總是呢… 我覺得去洗手間,去得少 就是神好 就是不要多尿 不要多尿 說不定你喝得少 因為我頭髮那麼多 那就證明我有腎口 對 洗手間少,可能是喝水少也會 說正常喝水的情況下 正常… 或者是夜料多,是嗎 對,基本上晚上不去 這時候我真的要買楊斌大哥 為甚麼特別問他 你們倆覺得他的腎好嗎 為甚麼一說腎 大家看到男人就在笑 關甚麼 因為男人的腎和生殖功能也有影響 沒錯 很多男人如果去洗手間 半天都出不來 即是阿尿都按著牆 對 為甚麼要按著牆 這個… 沒有力氣 即是不順暢 即是不順暢,是嗎 對 而且很多男人阿尿很久 除了很久,除了扶牆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因素 神好嗎 即是中醫的神 和男人和西醫的秘女系統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概念 即是比較寬泛 對,中醫說比較寬泛 如果按照這樣 我基本上沒甚麼大問題 好 其實我們說了這麼久 我們也想傳達一個訊息 就是其實腎臟是我們的先天之本 怎樣可以令我們的腎臟更健康、強壯 怎樣令我們的腎臟可以遠離疾病 我們馬上請出我們今天的專家 歡迎來自廣東省中醫院 體檢中心主任,韋芳寧教授 教大家如何保健腎臟 我們今天的健康話題是吸力腎臟 剛才說過了 腎病是我們的隱形殺手 但它是否真的這麼可怕 是否真的完全無跡可尋 實際不是 很多早期的腎病 都會發生很多信號給我們 只不過我們沒有留意或不知道 好像剛才三位嘉賓說的 很多都是關於腎臟病變的早期症狀 沒錯,怎樣可以檢查我們的腎臟 是否健康呢 馬文,韋主任 首先自己去看看自己的尿 尿是甚麼顏色 因為平時我們的尿 都是很透明的 坦黃色的,沒有甚麼顏色 如果你覺得尿很濁 你就知道這個尿有問題 所以尿的顏色和透明度 我們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平時一看就知道 我想問你剛才提到尿液的透明度 和顏色 我們也知道如果當日你喝水少的話 其實尿液的顏色也會深一點 其實怎樣去判斷是因為 喝水多少的問題 還是自己的腎有問題呢 如果你覺得你的尿有問題 你首先看看你今天是否喝水太少 出汗太多 或者天時比較熱 這個時候尿的顏色會深色些 但深色些不一定有問題 但有時深色些又是有問題的象徵 所以看尿,第一眼是肉眼看的 還有我們還要試紙、顯微鏡 還有其他方法幫助、一起協助 看看尿的顏色變 究竟有沒有病 是這樣的 剛剛看到一樣東西 我們提版裡面 尿液的顏色透明度 還有泡沫 甚麼意思呢 因為很多難堂至阿尿 因為它上廁所和我們不同 它有一定的高度 阿尿以後出來就說 為甚麼我的尿裡面有泡沫 很多人都害怕 這個有泡沫一定要注意 有些泡沫即時就燒 是沒有問題的 但有些泡沫 就是泡沫了很久 你走開了回頭 還有很多泡沫 這個就是有問題的 因為很多病人都是這樣 為甚麼我的尿有泡沫 即時來看醫生 一看醫生 你的腎病很嚴重 或者你可能是有糖尿病的腎病 這樣就很麻煩了 所以這個尿的泡 對我們很重要的 我們都知道 如果我們 我們都打過雞蛋 打雞蛋 打雞蛋的時候有蛋清 如果你一打到 雞蛋就在泡 說明在雞蛋裡面有蛋清 如果你的尿裡面有泡 說明你的尿裡面可能有蛋白 我們叫做蛋白尿 這個有問題 一定要去找醫生 還有一件事是氣味 通過聞 都可以知道是有沒有問題 是嗎 是的 因為小便 我們平時摸的小便 沒有特殊的臭味 我們自己摸尿 我們都知道 不是很臭的 如果當日你摸的尿 特別的味道 特別濃 我們說摸厄尿 有氣味的 有一陣脆的 你就知道 是一個安眉 尿很鬆的 很臭的 可能有尿道炎 有鼻尿系統的感染 所以這個氣味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是的 這個阿尿的確是 很多症狀可以看 但是有時候 好像我們都會排除一些因素 我記得我有一次 小便 也有很多泡 原來是單位那個阿姨 倒了洗潔精 所以這間店舖很厲害 這陣子有這麼熱氣 我們去看看 快點就要去看吧 應該有香味 要洗潔精 其實說到 尿有味 又或者顏色 不漂亮 那是否等於 一定要馬上去看醫生 還是多喝點水 它就會發生變化之後 又回復清就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小便的問題 就是你偶爾一次 你沒有辦法說你是腎病的 因為它偶爾偶爾磨一次 或者你下一次糾正了 你的因素 譬如說你口乾 出汗多 退水 發燒 運動困裂 其他的因素糾正 下一次你一磨毒療 那又正常回復了 所以一定要多查幾次 不是說一次就說你是腎病 反反方方多查幾次 最判斷、最分析 才說你是有腎的問題 我突然想起 我們通常年度體檢 有驗尿液這一行 但通常我們體檢 當日還因為要抽血 所以你是已經禁水禁食了 很長時間 那時候的尿液 應該比平日會濃和少 而用這個做標準去驗的話 準不準呢 因為體檢的時候你是空腹的 我們說 早上第一冬療是最好的 拿來化驗 為什麼呢 第一冬療是濃縮到一晚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透過一冬療 雖然說它濃縮到 但是它濃縮的範圍是正常範圍的 它的顏色也是有正常範圍的 因為我們柯療是正常值 是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如果你超出這個範圍 你才會有病 如果你在這個範圍之間 一般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透過一冬療 我們還有 一會兒我們還有說 顯微鏡看下 下面有沒有蛋白 有沒有細胞 如果你那個很濃縮 一看 有蛋白多 有塵渣多 那我就容易找到問題 如果你稀釋到 我到很多次療了 那我就很難找到細胞 那我就很難找到你究竟是否有腎病 所以第一冬療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翌日你可以吃到早餐 才來做一次複查一下 那就知道你究竟是否真正的 那個療是有問題的 第一冬療是最容易發現問題 是,因為第一冬療是最多的東西看 是,真的很濃 是,剛才我們幾位嘉賓都說到 每年的體檢驗療這一項 真的非常重要 但我們通常拿一張驗單之後 真的是一塊雲的 因為裡面有什麼尿蛋白 又潛血 又一個加兩個加 怎樣去看這些小便的驗單 首先是肉眼看 因為驗單裡面第一部分是肉眼看 它可以寫出來告訴你 你自己都可以知道的 第二部分我們說是獅子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做個血糖的測試 拿張紙仔,一張紙仔 小短短的紙仔一插下去 即時就出了結果 這個就是獅子 這個是小便檢查 最基本最基本最簡單 最快速出幾個 這個獅子知道什麼呢 知道昨晚到現在的尿 它的濃縮功能是怎樣 你的腎的濃縮功能好不好 我們叫做比重 還有PH值就是酸鹼毒 那就知道你的尿究竟偏酸就是偏鹼 總之呢 你的尿裡面有沒有蛋白質 就是因為我們說 哎呀最怕有尿蛋白了 很多人拿了驗單 我為什麼尿蛋白 一個家,兩個家,三個家 最怕是尿蛋白 那你怎麼做呢 你就拿個獅子 一揉下去很快就出來 有沒有蛋白尿 還有沒有潛血 小便的顏色很新的 究竟這個顏色新是什麼原因呢 是你吃的東西 吃的菜、吃的肉多 顏色新就是血尿 所以一揉下去就知道 你的尿是不是有血 還有其他白色泡 還有一些糖 我們說糖尿病 為什麼叫糖尿病呢 就因為你的小便裡面有糖 我們說是尿糖病 實際上是血糖高的 為什麼尿裡面有糖 就因為你血裡面的糖太多 太多 多到點了 多到超過那個蹄疤 超過它 它的糖就出來了 出來了 你小便裡面就有糖 在以前的古代 小便裡面有糖是點了 你一揉尿 以前沒有廁所的 我去地上 我去地上點 有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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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這個尿裡面有糖 就叫做糖尿病 這一定是有問題的 除了這個 還有糖體 所以有些日跡 昭光體見 一早來胸肚來做的 胸肚來做 什麼都正常的 為什麼尿糖體 就是有個家 嚇到它了 昭光單位又不知道 它有問題 我說不是的 是因為肚餓 太餓 一早 早上五點鐘 從我家出來 又要等抽血 來到醫院八點多才開 是吧 九點才餓尿 鵝都很厲害 那你的小便裡面 就表現出來 你飢餓 很餓的 吃一早餐一茶 沒事了 正常了 就昭光合格了 剛剛我聽到衛主任介紹了 驗單應該怎麼看 說了很多東西 例如同體、尿蛋白、尿糖 還有剛剛提到尿潛血 究竟哪種數值 我們所謂的呈現陽性也好 數值升高也好 真的要引起重視 馬上要進一步檢查 尿液檢查結果裡面 有哪些指數升高 就要做進一步檢查呢 尿液常規檢查的報告單 大家懂不懂看呢 哪種藥物 會對腎臟造成不好的影響呢 下一節回來 為主任將會和大家詳細解答 千萬別錯過 更加衣服 年輕就要靈動的白 難扣換白精華水 清透一滴,靈動換白 肌膚水潤透亮 鮮活出彩 難扣換白精華水 看白電鋒 到廣州西世紀白電鋒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究竟哪一樣的數值 我們所謂的呈呈陽性也好 數值升高也好 真的要引起重視 馬上要進一步的檢查 做尿檢查 我們有三部分要注意 第一部分我們肉眼看 第二部分我們要試指 第三部分我們說很重要的 就是要在顯微鏡下面看 因為顯微鏡檢查是我們醫院裡最重要的部分 你查到的尿有生息 查到的尿有潛血 究竟有沒有紅細胞 有多少個 那就要數 你數的話 你數不到一張小紙 所以一定要人工 要在顯微鏡下面看 所以這部分我們叫顯微鏡檢查 這部分很重要 除了你那邊的獅子查出來 是有潛血 陽性 還有出血 究竟是不是出血 是不是真的出血 就是假的出血 我們要間別的 所以顯微鏡下面就可以數 究竟有多少紅細胞 還有白細胞 還有上皮 我們說上皮是什麼呢 很多病友都問我 醫生 這裡有很多上皮細胞 其實上皮細胞 我們說是正常的 但是上皮細胞裡面 有很多 可以提示我們 很多問題的 譬如說你的上皮細胞太多了 這樣說明你可能有尿道炎 有可能是陰道炎 即是你的生殖系統影響 有可能是神功能衰竭 所以在這部分的 看這部分很重要 對我們的尿健 除了這個呢 可以看小便裡面有沒有細菌 即是我們有時 特別是女同志 很容易被感的 其他檢察都沒有 但是顯微鏡下面一看 哇 大量細菌 如果你不會看現單的話 你就忽視到 這個現單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沒有注意看 它裡面有很多細菌 如果你不治療 其他就發燒 尿病尿根就出來了 所以顯微鏡下面 我們說是小便 檢查裡面 在醫院裡面是最重要的 尿液是人體代謝的產物 通過它的顏色、透明度、氣味 可以反映出 腎臟的健康狀況 尿液正不正常 除了通過平時的肉眼觀察 還可以採用試指 和顯微鏡檢查的方式來檢測 接下來進入健康知識 考考你的環節 以下哪些藥物 會對腎臟造成不好的影響呢 A,止痛藥 B,中藥裡面的關木通 雷公藤、烏頭、馬前子、馬兜鈴 C,抗生素 D,顯影劑 我想顯影劑不重要 沒錯 不是經常吃 吃一點,影響一點,不重要 顯影劑是打入血管 打入血管 但我覺得有問題 顯影劑好像有螢光 不是螢光嗎 我才可以看到 螢光 不是,那個物質 那樣顯影 看到你的血管是甚麼 對 但不會對器官有影響 但有機會 它是通過腎臟去雷毒 真的有機會 我覺得是… 除了顯影劑 中藥我真的不懂 中藥完全不懂 寫得出來也有道理 抗生素我覺得會有影響 抗生素 指痛藥那麼耍家的藥一定有影響 指痛藥肯定有 指痛藥肯定有 指痛藥有很多種 中藥中我只知道一個 雷公藤是… 指痛藥有影響 不知道是防癌還是甚麼 防癌 是可以用來致癌 但毒性很大 是嗎 那真的不值 我只知道這個 那它放在一起 應該那些也是 其他呢 指痛藥應該是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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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也是 我覺得抗生素 看看用甚麼抗生素 抗生素是非常… 抗生素是非常… 非常影響神臟 對 肝臟應該是 這樣全都是 因為神經病代謝 還要… 這樣全都是 我們通俗說 犯藥三分毒 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你防止吃藥 都是對肝、對腎有影響的 如果沒有腎病的話 你長期吃藥會有影響 如果有腎病的話 一定要告訴醫生 你是甚麼腎病 醫生要選藥的時候 就特別注意 要選劑量 或者是改其他藥 是這樣 那麼… 我們西醫說是 屬於肢體類這方面的 真痛、真痛、解熱的 止痛藥 如果你真的有腎病的時候 你整一次真的會受影響 沒有腎病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 就是止痛藥 有時痛經、頭痛、關節痛 我們都會拿這些藥來吃 如果長期吃的話 可能對腎就會有影響 造成腎功能 即是腎病 腎小管的損害 這個是止痛藥 所以這個止痛藥對腎有影響 第二個是中藥 中藥裡面 這裡全部寫的 都是對腎有影響的 因為瓜木湯我們說是清熱去失的 這個中藥 所以有時候用來煲涼茶 吃到時間長 積累多 它會對腎有影響 還有淚宮藤 也是淚宮藤 我們說中藥裡面說它是有毒的 既然有毒的藥 你就要小心 因為淚宮有很多病人是用來止痛的 關節痛、方式痛 是用來吃這個東西的 還有烏頭 烏頭說是草烏、符子 這個符子我們說有滅羊救抑 即是補火、助養 即是你很虛寒、很冷的時候 你吃這些都挺好的 對你身體的暖氣、升火 很好的 但是你吃的量比較多 持續的時間長 它就會有影響 馬前指、放棘這些 都是屬於中藥裡面有毒食的藥品 所以吃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劑量和時間 它都是用來止痛的 特別是放棘 有些放棘是用來消腫的 我們腎病很多醫生是用來消腫、泥水的 但是有些是用來做止痛藥的 所以用這幾種藥的事 特別要注意 因為這幾種藥是含有馬兜鈴酸的 我們現在有一種病 是叫做馬兜鈴酸神病 即是中藥裡面有些成分含有馬兜鈴 它就會影響到腎 影響到腎小管 就是使你的椰尿多 使你的腎小管受影響 所以吃中藥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這幾方面的中藥 如果你有腎病 一定要提醒醫生 哎呀醫生 我有腎病的 我有蛋白療的 我的腎功能不太好 提醒一下醫生 醫生就特別注意了 抗生素呢 抗生素我們很常揚的 大家都偷拋啦 先方啦 是不是 經常都知道的 抗生素 我們說對個人對神是有影響 但是呢 如果你是 一般正常人是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是正常狀態 但是如果你是發高燒 很多很多病 很多感染在身體裡面 發高燒脫水啦 不夠水啦 口乾啦 或者你有過敏體質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用抗菌素 可能直至就會影響你的神功能 有時低血壓 出汗多的時候呢 都是要注意 不要吃抗生素 血壓很低的時候 出汗多的時候 所以我們醫生都特別交代病人的 吃抗生素的時候 一定要多喝水 是這樣才能夠預防你的神病的 所以這個是抗生素對神的影響 第四個呢 做影劑 我們說是顯影劑 我們現在很多做CT的 照CT就要什麼 醫生說 照CT一般的還照不清楚 就要打支針下去才清楚 那支針叫什麼 就叫顯影劑 這個顯影劑 以前是要那些癲的 它對神對肝的影響是很大的 直至就影響到神功能 直至就影響到神經 血管或者有時候會過敏 所以現在我們提倡 那些癲我們說是高腎狀態的 即是很濃很濃縮的 現在我們提倡是用一種非離子的 低腎的造影劑 就是我們一般通俗說的 是進口的 這個造影劑對神就沒有什麼影響 但不管癲 我們說神一脫水 一天口乾 你的神就不好 所以你做了這個 一定要多喝水 多喝水就是保持你的神 是滋潤的狀態 我們喜歡說 神是一個水的氣管 不能夠乾的 所以一定要多點飲水 多點飲水可以保護神 第二個 多點飲水可以把毒素 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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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它在身體裡的積累就少 對你的腎損害就少 腎臟是藥物排斥的主要器官 腎病患者在選擇藥物的時候要腎中 要聽醫生說 控制好劑量 沒有腎病的人長期服用止痛藥 抗生素等藥物都會對腎臟造成負擔 在吃藥的同時 記得要多喝點水 將體內的毒素排出 減少腎臟的負擔 接著再考考大家 多吃以下哪些食物可以預防腎病 A.紅茶、咖啡 B.朱古力 C.海味、動物內臟 D.每天八大杯水 A.應該有好處 應該有好處 對 其實現在大家覺得 咖啡也是一個很有益的食品 對… 它會離療 對,客考你其實我覺得也是有好處 內臟和海味可能會增加神的負擔 對 我覺得朱古力應該… 因為通常… 補腎的應該是黑色的食品 所以朱古力呢 你這樣可以牽得上的,有牽強 應該純黑朱古力會比較好 我想問問,八杯水可以嗎 是 八杯水是白色的 水一定是,問題我現在是… 但喝得多也不能 到底是否每個人都要每天八大杯 首先你們三人可否做到 每天八杯水 不行… 我自問我就不行了 我不行… 可能我們馬民為主 尿酸比较高的 那就不硬了 我们都知道内藏和海鲜里面 有很高飘烂的 这些问题 因为如果是尿酸高的话 为什么尿酸高会影响到神病呢 因为尿酸是只有一条路出来的 尿酸 它是由神小管排出来的 它身体其他地方 大便、出汗、呼吸都很少排出来 所以它怎么排出来呢 它的尿酸是一些浙征来的 就是质精 质精是有刺的、有辣的 质精会滚出来的 有神小管滚出来 很长一条路的 就会损害到神小管 所以尿酸高 确实是影响到神小管 会生病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最多吃尿酸高的食品 会加上神小管的损害 所以尿酸高千万不要吃海味 和毒物类众 每天八杯水 八杯水是什么概念 很糊涂糊涂的概念 实际上八杯水 它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你人体排出来多少尿 你就要喝多少水 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人体排出的尿 有八杯水 如果你排出这么多 你就要喝这么多 我们叫做收脂平衡 由医学角度来说 大概有1500毫升的尿排出来 这个1500毫升的尿 大概就是八杯水 所以如果你喝少 你收脂不平衡 你就缺水 如果你喝多 它都排出来多的 这个是你哀疗的 正常人哀疗 不出汗不做事 但如果你出汗 做事 说话多 它都消耗很多的 如果最加上你 食物里面 你还要吃饭 吃饭 吃菜 吃水果 里面又有1000毫升的水 喝汤 喝汤 这里也有很多水 所以实际上 它是一个收脂平衡的概念 当然我们知道 经常说每天要喝八杯水 但如果喝太多水 有会每个肾脏 真的经常都不行 负担太大 对 经常都要工作 其实对它也不好 我们说肾脏 是很威风的气官 多喝就排得多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身体里面缺水 口很干脂 我们做节目 做完以后要喝很多水 需要的话 你喝多水 它就会吸收在身体里面 它就不会泡疗出来的 如果你不需要 你不口关、不做事 静静坐在这里 不需要 它就会排疗的 所以它代肾功能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所以你不用忧 如果你的肾功能正常的话 你喝多它就泡多 喝少它就泡得少 没什么大影响 没什么大影响 我说了这么多 我说什么食物对肾脏比较好 是卫教授 哪些食物可以保肾呢 肾虚的患者 又有什么饮食禁忌呢 吞口水可否保肾呢 护肾又有什么妙招呢 下一节回来 卫主任会和大家一一解答 还会教大家一套 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简单的护肾操 内容精彩 不要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食物对肾脏比较好呢 卫教授 首先你看看你有没有肾病 如果你没有肾病 或者有肾病 没有肾虚的 你是阳虚 还是气虚 还是阴虚 因为我们中医 好说个人是什么症状的 如果你是阳虚 我们都知道了 阳虚是什么呢 怕冬的 怕冬我们喜欢买什么 冬天 羊肉 羊肉 真是 羊肉 什么羊肉 狗肉 鹿蟒 鹿蟒 是吗 巴基 海马 海马 这些都是挺适合的 或者是虾米 我们平时虾米炒韭菜 这些最普通的 最常见 最简单又便宜 这些如果你有肾病 是阳虚的话 吃这些食品是比较好的 对你怕冬这方面 如果你是气虚 吃什么 没有气 是我们去买身来吃的 去买身人身 提气 提气、补气 大补元 人身、党身、笔旗 我们平时煮鸡汤 煮什么 五指捕鸡汤 鸡汤 那些补气 还有最普通的 大家老百姓很喜欢的 淮山次实、炼子 都是补气、补脾气、补神气 那些补气的食品 如果你不是阳虚 又不是气虚 我们说是阴虚 阴虚我们吃什么 有什么滋阴的 猪腰 猪腰 吃猪腰 猪腰 海参、双臣子、狗杞子 这些滋阴都挺好的 所以这些食品我们普通老百姓都会自己买来吃的 那这个是腎病 没有腎衰竭的 因为腎病我们要分两大部分 一个有腎衰竭 一个没有腎衰竭 那如果你有腎衰竭吃的东西就不同了 有腎衰竭没开始洗腎的时候 一定要少吃肉 因为吃肉多了就加重腎的负担 那如果腎衰竭尿毒症 没办法要洗腎 洗腎以后怎样 那就要开放了 就要多些吃肉了 因为洗腎 洗腎是一个很伤的 中医说是很伤的 很消耗的治疗 所以一定要多些补充营养 多些吃肉才行的 所以补腎的食品一定要分清楚 有没有腎病 腎病以后有没有洗腎 是这样的 所以在选择补腎食品方面 都要辨证论治 看自己的体质去选择 周医生 我经常听到一句话说 心血小的人容易被人吓死 是 心血小的人就是喝东西被人吓死 心血小的人 就像刚才王芳说的 是 开场前我被周医生吓死 心很辛苦 其实是肾的问题 对,没错 仲师说得对 亦有一种算法就是 如果你肾气不足 亦容易被人吓死 马上去看看以下这位朋友 有什么经历 马上开始今天的健康达人 看问题 喂,小孩子 姐姐,让你吓死也没吓死 少许妈妈才这样 让你吓死也没吓死 怎么办?这么小的? 是啊,你算了吓死也没吓死 这么小的? 为什么你和妈妈都这么小的? 是否甚不好呢? 你吻了口水干什么? 吻口水说要保护 吻口水可以保护 谁教你? 原来你当然有个人说 我先吻多点口水 请问吻口水又可否保护呢? 真的吓死了,马上就会伤心 我觉得有什么关系 吻口水这件事是可以的 等于马上喝点水 吻吧,喝点水,先保护神 自己看久,喝点水 我觉得… 自我循环 杨均变得美丽才吻口水 很大 他流口水吗? 不是 流不出来,要吞掉 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相关,是吗? 但你觉得是吻口水的关系 我就不知道 吻口水会否保护 吻口水真的是养生的一招 是养心而已 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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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平时,的时候 吻到我�线 吻口水 吻得我的音乐 这是,这会 是 né 吻口水 占口水 对 有吗,王芳 即 receptors 有吗 刚才有吗 我的心很痛 吻得宾口水 我们总理说,身体是统制方面 なく明 donne 你现在吻口水 因为这个害怕,首先是身感受 通过身状来感受,很害怕 身感受以后,通过神来承受 如果你的神不是很好,你一害怕就飙了 如果你的神好,王芳刚才害怕 一直在说我身害怕,但他还没飙了 说明他的神还不太厉害,挺好的 身和神是相关的,你说身神相交 我们说是这样的,西游是这样的 因为神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买过猪腰 都吃过猪腰,有没有做过猪腰 生的猪腰有没有看过? 红色的,暗红色 这个猪腰的颜色和哪个类似 颜色差不多 心臟 心臟和肝 这两个臟气都是血管 全部都是毛细血管 血比较多 所以身臟有问题,血管有问题的话 它就会影响到神 所以有时高血压都会造成神功能衰竭 所以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的神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知道的话,做它的检查 就可以预防神功能衰竭,预防洗神 是这样的 是,第二个问题呢? 你们最关心的是吞口水,可不可以保神? 中医说口水 三瓶 是属于瓶液这部分的 是属于水这方面的 是水里面的精华 是吧? 这个水是什么器官管的呢? 中医说一个是肺 一个是皮 还有一个是神管的 神是管水的 如果神不好,会怎样? 水肿 是吧? 水肿 或者是脱水干水 所以这个口水是神精产生的 我们说是神的精液产生的 所以这个口水是我们很矜贵的东西 里面有很多蛋白霉 很多蛋白就是帮助你消化的 如果你吞口水 我们就说可以回汁 就是回番滋潤你的神经 要吞口水 我们看完 原来肾脏和心脏有关系 而且一定要注意 有高血压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护神 而接着这位朋友就说 他有护神的妙招 究竟是怎样的招数呢? 继续看下去 妈妈带我出去 姐姐,接着声 姐姐,妈妈叫你穿点声 你要露出来要什么好 有关系吗? 有 好,好,好 我走了 再见 再见 弟弟,拿来来吃吃吃吃 这是什么? 妈妈给这个东西 给你切一切丢包手 你也可以 对 对 请问,穿露腰的衣服 会不会伤腎吗? 用热水袋敷腰 可否补腎呢? 是的 其实你觉得有作用吗? 起码不动吧 起码不要让它局部受凉 因为你不能穿多的情况下 所以敷也会选择接近腰的位置 在差不多腎的位置 我觉得应该有用 好了,马曼和Jem 多少都是有少少帮助的 因为我们中学角度说 腎是一个水状 腎是最怕冰的 我们说平时要温阳 补腎、温神 都是这方面的 所以如果你局部太冷的话 那腎的血远循环不太好 腎的血流量不好 那腎也会有影响 所以尽量不要暴露太多 真的要暴露 用暖保保 或者其他方式 改善一下你局部的血远循环 一定要保暖 而且我们去到美容院的时候 经常有些护腎的理疗 又或者用一些喊去分离 然后他就说你的腎好的话 你整个人就会年轻 就会达到美容的效果 其实是有没有这样的道理的呢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你腎里面有分泌很多激素的 因为我们腎又管头发 又管你的眼 又管你的骨 又管你的牙 所以如果你的腎漂亮 牙又漂亮,头发又漂亮 骨又不是疏松 不会拖背 然后气质就出来 漂亮就出来 我知道最后 魏主任是有一套护腎保健粗 是给我们介绍给大家的 一起做吧,好吗 双手攀足固腰神 固腰神 首先把手起来 放下来 好吗 转过来 手伸向上 反转到背部 好 慢慢摸你的腰 慢慢随你的腰 随你的腰 随你的腰 慢慢弯腰 弯腰 弯腰 好 好 好 那向前手 最向上 起身 好 起身 那就行了 如果你够力的话 你的手 到胸池 这里 手伸向上 再转到背部 一直手 摸到腰 向下走 如果你够力的话 手摸到脚 我们叫做攀足 能够摸到脚 是最好的 追上来 叫做攀足 有机会 记得到吗 记得到吗 2,3,4,5 背部 到脖子那边 到下面 就是攀足 手摸一下 把脚按出来 好 不得了 用不容易做 可以 好,好,很容易 可以 不,那可以 為了剛剛教的雙手攀竹鼓腰神 大家在家裡有空可以做一下 對, 今天我們知道了很多 腎臟方面的知識 因為腎臟是一個很隱蔽的器官 我們經過這個節目 大家認識到很多現象 表現出腎有早期的病變 沒錯, 腎病是隱形殺手 所以大家一定要定期體檢 做好預防的工作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健康100分的全部內容 感謝你收看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下期再見